Hello 筆記道 要和大家分享台灣剛剛放了農曆新年 台灣的股市就開始了 首先給一隻今年一定升的股份給大家看 為什麼呢?台積電開紅盤高收8% 美國有三大的主要客戶都緊急下單 所以就有這個情況 大家看看台灣股市在1月30日 新春長假期之後重開 全球最大晶圓代工廠台積電股價 紅盤大漲7.95% 以全日高位543元新台幣收市 創去年6月初以來最大的新高 市值重上14萬億新台幣 即是等於3.65萬億港元 這個關頭 消息指有3萬公司 Apple 這個AMD 英偉彈 都要在人工智能AI領域上認真 所以近期紛紛急下訂單 還有這些訂單 台積電都說未必交得出 相關晶片會在4月逐步產出 為台積電第二季傳統淡季注入 新的動力 有分析預計 新台幣計算 下一季 該季的企業盈利收縮 可望收窄到3%左右 全年可望獲得正增長 如果消費的庫存 消化程度預期 該企業最快可以在2024年重回高速增長的軌道 即是怎樣 現在先賣定 並朝這個1千億美元營收的目標進發 這個進發肯定是賣錢的 賣步向前 你的產品賣到錢 你的服務又賣到錢 為什麼 2024年至好再看Apple AMD 這些公司 為什麼 今年不夠貨 台積電沒有回應相關的報道 但據集團之前的分析員指出 受半導體倉儲調整的制約 今年上半導營收將按年減少中至高位的個位數比例 下半年的營收可望增加 按年都是增加 輕微的增加 但是2024年就是高速增加 明白了吧 大家 懂得看路了吧 喂 喂 那我沒有話說了 是啊 台積電這個策劃呢 是一個環球的趨勢 筆基道就會把晶片晶圓代工整個架構 整個版圖和大家分享 為什麼它要在不同地方截廠 為什麼Intel會輸 為什麼這個三星會產出三萬米 如此種種所有的情況呢 將會在一個整體系列上跟大家分享 哪些能買得 哪些不能買 AMD都竟然有機會贏Intel 為什麼 因為雲計算的部分 還有它在Graphics上面的成功 Game很多都要的 還有大家都玩AI 而Intel 就在這方面 遲了一步了 所以這個分析報告呢 是很重要的 大約現在我已經做了四個多月資料搜集 將所有的攤位在桌上 現在在做Analysis 所以我完成了之後呢 我就會拍片 告訴大家 我最新在2023至2024年度 晶片市場 哪幾個版塊可以投資 哪幾個地方可以投資 這個重要的 還有 技術進展是怎樣 中國芯片有沒有辦法 如此種種 都為大家帶來一個全新的投資組合的機會 所以這個就叫做趁勢價值投資 大家一定要清楚 什麼叫做趁勢 有智慧不如趁勢 我們又有智慧又趁勢 再加上我們努力不懈做研究 這樣 贏人幾條街 好合理啊 所以大家繼續支持北基道 點擊掌訂閱和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